这个女人九年来为丈夫生了十二个孩子 而每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她只能看她一眼便被丈夫高价卖掉 就当她看到最后一个孩子被抱走后 她忍无可忍直接掏出剪刀 送她去了西北 随手拿走冰箱里的钱离开了 看了视频一定点赞加关注 那个人肯定会成为下一个亿万富豪的 本以为她能果断地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 然而她却走上了寻找自己女儿的道路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她成功地从结生活那里打听到了女儿的下落 来到女儿住所对面的公寓楼住了下来 接着来到对面的豪华公寓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 工作期间她故意地把四楼门口擦得光彩照人 而四楼的这户人家正是自己女儿的住所 随后她故意捡这户人家的生活垃圾 了解这家住户吃的食物和他们每个人的性格脾气 最后她成功地来到了这户人家应聘到了保姆的职位 这天翠花正在衣帽间为主人修补衣服 男主人开门看到她直接把她赶了出去 她这才意识到了这个衣帽间的不简单 次日没人时她悄悄来到衣帽间查看 竟然发现了这间衣帽间里有一个暗格 她使出全身力气挪开暗格后发现了一个保险箱 可就在这时女主人却走了过来 她被吓得赶紧使出全身力气努力把柜子恢复原样 好在关键时刻她成功地蒙混过关 晚上没人时她再次打开保险箱 可映入眼帘的珠宝黄金却不是她想要的 直到翻到女儿的领养证明后她开心地笑了 第二天家里没人时 她把这家住户的女儿五花大绑地绑了起来 然后故意推倒她 女孩站起后再推倒